你们处理事情跟师父不懂 师父面对事情是 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姻缘 红法的姻缘 或者是做教授的姻缘 我就离开 因为觉得不浪费时间 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在旁边碰到任何的困难时 反而是要你突破困难 你要来做护法时 再做修行时 来做受教之时 所以每个人站在的姻缘不同 站在身份不一样 处理事情不一样 就告诉你们 不要执着于过去的那种感受 或者每一个人现在 你还在执着那种氛围气氛 你们要是不听 将来闭眼睛使用 我们大家都是年纪大的人 没有一个年轻人 都是老人 年轻人或许有了 就坐在前面的两个是年轻人 我不是说恩师了 就是说下去了 妙印他们是年轻人 其他很多老人 那将来要是 面对自己舍抱之时 不要说师父没有告诫 不要说师父没有提醒过你们 我都有告诉过你们 所以要是知道如是一切法 皆不自身 什么叫皆不自身 是决心说种种生吗 不自身 是法自身吗 法若自身 那你又不是觉 那如何 说种种 说尚且不觉 如何说种种法 这他没有自身 这一切法皆不自身 在觉中也不是 决心要生一个法 决心不生 为什么决心不生 我刚刚不跟你讲过吗 镜子现黑现白之时 镜子有生黑生白吗 生黑生白就是二法 那就有一个 黑跟白要出现啊 镜子能现黑现白处 镜子从来没有 真正生一个黑生一个白啊 那镜子不能现黑现白 它叫镜子吗 所以正在镜子 能够现黑现白时 就是镜子的本体啊 所以镜子的本体中 现黑现白时 它何必更说于神呢 它根本不必你自己 再去妄想说有镜神 镜子于神 因为它就是镜子 它就是现黑现白 就是镜子啊 它干嘛生呢 而且照黑照白处 就是镜体啊 要是懂得是行者 回光时 它就不懂一般 繁复的用度啊 镜子现黑现白处 就是镜体啊 镜体现镜 那如何说生呢 不现黑不现白 这不是镜子啊 那如何说生 所以这个如何说生 也不是文字上 或者是一种意气 那古的那个心中的一种 那种念头 说它没有生 只是在道理上面 一直在那边 罗知它道理生与不生 师父讲的是 你要明白如是道理时 你用到如是决心时 你天天看到决心 能现一切感觉处 你还会认为它有生吗 那是真正叫实际处 那是要你去习惯熟悉实际处 那根本不是一般的语言 那都不是语言 语言告诉你不生 你不要在不生上面 一次去体会它如何不生 告诉行者学人的不生 是告诉他如何 当下做官时 什么叫做官 就是念念答本 重新熟悉 站在觉醒体上 去感受一切 一切自觉 其他的一切文字 不做其他任何道理 所以你要明白如是时 你站在决心上 就看到静体上 有生吗 是要你常常 懂得回光 站在静觉体上面 去体会感觉 有生吗 你当然要能够思维一点决体 你就站在一分决体 站在那一分决体 你念念之间 能够起成感觉 就是决嘛 决没有感觉 那怎么叫决呢 所以决正在起感觉处 你体会的是决嘛 决和何曾有生 这种道理还是什么 还是最初 你见机之时 就见到如是迹象之时 最初的体会 最初的体会 你也能够体会到 最初的第一分无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